美国四污日魔咒在线 股票市场惨叫声连连 大家好 欢迎收看GoMarkets的热门话题栏目 我是Emryna 上周五 美国三大指数全线收跌 尤其是道琼斯指数 跌超530点 创下两周以来的最大跌幅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四污日的来临 所以四污日到底是什么 美国的股市3月、6月、9月 以及12月中的第三个星期五 是延伸性金融商品到期结算日 每当到了这一天 美国指数期货、指数期权、股票期权 以及单一股票期货 这四类商品都将在同一时间到期交割 因此这一天被称为是四污日 而12月17日正好是 美国市场今年最后一个四污日 从历史经验来看 以往在这个时候 行情通常会出现剧烈的波动 因为基金经理会在这一天进行仓位的调整 导致市场波动性剧烈 股票涨跌幅度被放大 当然今年也不例外 但随着延伸品到期结算日一起来临的 还有美联储在14号和15号 今年最后一次议席会议 此次美联储因为高通胀而变得鹰派的转向 也被称为是美联储近年来最激烈的一次鹰派政策转向 政策的转向同样也意味着股市的波动 除了上述两点的原因以外 Omicron变种病毒仍然困扰着市场 单从上周日的新州和维州的单日新增就可以看出 我们面对的依然是一场十九战 周日新州新增2566例 创下历史新高 维州新增1504例 7人死亡 而在不久前 两州刚刚再次放宽了对海外人士的入境限制 这个时候普通民众在做什么 本来已经脱下口罩的维州人民 又悄悄的再次心照不宣的戴上了口罩 京州人民因为确诊病例的攀升 选择自行采取防御措施 默默的做好了囤货过圣诞的准备 群文新增的数字的声响 渐渐的盖锅了 高喊着我们需要自由的声音 澳洲政府和民众似乎在躺平和对抗 这两个选项当中不断纠结着 不论之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 调整好状态 以最好的姿态迎接即将来临的2022年 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观众可以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首选券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